原标题,马来西亚想再次决起为亚洲之湖,先恢复200亿美元的中资工程,什么是恨且不成刚? 曾批评马来西亚人泰兰的马哈蒂尔,恐怕身有体会,这位老人自约一日晚,在亚洲之湖举起大会上发出呼吁,为了让马来西亚重新成为亚洲之湖,青年们要向中国学习,为了能够成功实现这一宏图,必须具备勤奋、求知与承信这三个品质。 在老马担任首相的22年,1981-2003年里,他目睹了一个穷国的崛起,如今,他更是见证的那个穷国,如何变为强国? 天翻地覆凯尔康,老马对八九点钟的太阳门与众新厂的指出,以前他们比马来西亚落后,靠着勤奋取得了在人行间,自制先进战机等成就,能够生产任何产品,已经对马来西亚世界绝对领先,确实是个好榜样。 这番话暗藏了一个重大转变,此前马来西亚一直以日为师,如今公开提出以华为师,等于承认了亚洲主导权已经交报。 新加坡媒体3月7日报道称,马哈蒂尔表示,如果非要在大国的地缘竞争与经贸纠纷中战队,那么马来西亚更倾向于能够慷慨地提供经济援助的二当家。 他强调,必须找到与决起大国正确相处的方式,不能因为某种担忧的情绪而影响决策。 马来西亚也不会因为西方对华为的围堵而动摇。 马哈蒂尔坦言,马来西亚一直积极支持带路倡议,想搭上大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,想从中受益。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,马哈蒂尔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,释放的是积极的信号。 受人倾慕,主要靠实力。 马哈蒂尔在访问巴基斯坦时,亲眼见识了JF-17雷电战机的表演,并穿上飞行将客坐进了驾驶舱。 而在马来西亚3月26日至30日举办的兰卡威航展上,马哈蒂尔只是彬丁有礼地看了一眼印度的LCA光辉战机就转身离去。 在新闻发布上,马帮透露JF-17雷电人性价格比更好,流露出彩后意向。 燕渡一直雄心勃勃地,想向马来西亚出色光辉战机,如今却成了马哈蒂尔对华是好的垫脚石。 要承认这些善意,的确有利于暖化关系,不过还不够。 马来西亚想重新崛起,必须满足几个条件,首先,必须做到隐成待人。 东海安铁路工程,是带路倡议的旗舰项目,但也成为马来西亚内部之争的牺牲品。 马哈蒂尔刚升却不久,就暂停了这个项目,连同另外几个项目一起,总共有230亿美元的基建项目,处于隔浅状态。 3月20日,马哈蒂尔声称会在4月25日至27日之间,参加带路倡议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前解决争端。 不过,马哈蒂尔不满688公里的铁路,最终是耗费320亿美元,声称心里有个合适价格,只要对方同意,就对这个工程开绿灯,这一表,太显得老谋深散。 就在2019年1月29日,马哈蒂尔还声称,如果建设这条造价200亿美元的铁路,马来西亚将变得很贫困,不是不想付钱,而是付不起,我们的财务真的相当紧张。 这种软磨硬炮的手段,其实比较拙劣,东潜工程由中气承包,马方还获得20年就会贷款。 如果马来西亚最终单方面为约,相当于现有破产,之后恐怕也不会受到信任,黄论获得大笔投资与客观的合约。 第二,适应地狱模式是基本功。 太客气的流浪老师的一去名言是,你的操场发挥,只是别人的基本功,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是如此。 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,建立在国民普遍经历,与适应地狱模式的基础之上。 产业的进步,需要整个社会都上进发桥,高度紧张的读书学习,高度紧张的工作干活。 从上幼儿园开始,竞争就是日差生活,而不是日差生活的一部分。 英语,体育,钢琴,舞蹈,编程,奥数等等,都是必为品。 没有人不侵犯,因为不侵犯简直就不配当人。 人口较高效率的转化成人口资源,在竞争极为激烈的产业里,拼个核心黑地。 因此,唯一能从军事工业,农业化工,铜线技术,半导体,互联网,医疗治疗等领域, 全方位突破西方壁垒的只有中国,这得意于广阔的战略纵深,市场, 人口,土地,高居世界第二的GDP,外汇储备等等。 假设,这些产业能够转移到马来西亚,问题是马来西亚人接得住吗? 前者取决于客观,后者取决于主观,对马来西亚来说,似乎都很难实现。 加入红色产业链,才是最为合适且明智的抉择。 不过,这首先需要建立高度的互信,为了一点钱就出尔反尔的撕毁和游,谁还敢与之合作。 当然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马来西亚什么时候开始行动都不完,最重要的是,认清现实和自己所住的位置。 玩住,本文西海外探科原创稿件。 玩家的问题